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小董真心话 各位朋友 天气已经慢慢在转 那转了以后就表示什么 要变天了是不是 有了一座明天会下雨 其实这几天陆陆细细 有些明星的雨在下 在有些地方淹水淹很厉害 大家看 小小一个台湾各地的气候 天气有些不一样 那变天是我们很希望的 希望年底变天 2024年继续变天 年底变天就是压倒性的打败民进党 垃圾下山烂不要脸的畜生党 你不打败他 他人五人六啊 现在有假论文 然后没有论文的人 假博士挺假论文 然后还有人要违装 说他是基隆中学的 毕业的校友 各位朋友 连高中都有人要奋冲 有时候你看了 这就是选举 很多人的面目 你要久了就看得到 小董 为我新闻跑了久 所以很多人我就看得到 这两天其实我都在观察一个事情 一直没有讲 周天是日本投降77周年 当然台湾没有什么活动 815 815我昨天有提到 我说连天皇都投降了 天皇都投降了 你们这些人还在狗言残喘 对不对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民国34年8月15号 这个很重大的日子吧 日本真正宣布 由天皇宣布嘛 那这就一个正式的日子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 台湾 就归还给中国 那时候的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成立嘛 他们是38年才成立嘛 那这是民国34年嘛 对不对 1945年 所以很清楚了 天皇 把过去的那个都归完了 那归完 台湾就回到了中国的怀抱 简单讲就是这样 8月15 就 这是一个 那日金 因为他那时候在中国非常多的地区 在台湾也是一个地区啊 台湾地区 他在10月25号向陈宜 在中山堂投降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个南京的 南京是前四队 那我们知道 那时候的中国是同盟国 四大同盟国 中美英书 对不对 远东金区最高统帅是蒋介石 所以他必须向中国 来 来投降 那大家也知道 何应钦接受钢村零次 那张图大家最有名 那其实全国还有 其他的14个战区 日金也派出当地的最高军事长官 出来投降 那台湾就是向陈宜投降 所以总共 全中国有15个地区 每个地区的时间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 在台湾这边接受他的 其实是10月25号 我们才称为台湾光复节 但是其实台湾光复是天皇宣布 无条件投降 那一天台湾就恢复 成为中国的领土了 我简单讲就是这样 昨天因为前台湾没有什么活动 没有什么 大家看到了 为什么因为民党在执政 那前天呢 前天8月14 我说是空军节 对不对 大家看 空军节 我们有没有什么活动 也没有 8月14还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8月14因为 那时候空军 对抗日本人 打下漂亮的成绩 把那天定为8月14空军节 可是 空军节 在国际上 它是叫做什么 这一天就是国际 卫安护日 卫安护 卫安护 现在台湾只剩下一个 被日本人 他还是少女的时候被日本人 抓去当卫安护 日本在台湾抓了非常多的人 韩国 各国抓了很多人 给他们的日经谢意 就是很不能道 日本季节跟台湾的道歉 因为台湾的 政府碰到日本人就像狗一样 日本干嘛跟狗道歉 蔡正如就像狗一样 日本人根本不理你 对不对 那韩国呢 韩国就很凶悍 日本还表示歉意 还给他十亿的韩颜 那时候普警会政府接受了 被韩国人骂得半死 韩国人就做了一个慰安护相 放在日本大使馆前面 日本很气啊 怎么可以放呢 后来韩国人又做第二个 你在骂 我就天天拿这个出来 提醒韩国人的记忆 这就是民族的气节啊 各位朋友 台湾 没有 台湾是民进党 这个像狗一样的政府 碰到日本人就跪地趴在地上 是不是一样 不一样啊 台湾人怎么比得上韩国人 台湾每天讲自己主体性 台湾是个忘恩乌义 恩将仇报的社会啊 对不对 你怎么能 从日本里面的殖民地出来呢 因为要靠蒋介石啊 你不靠蒋介石 怎么样 一些台湾人还认为说 哎呀那时候如果 如果不被收回中国 现在自己就成为高级的日本人 是不是 不要脸啊 各位你看 所以我为什么 要提我们的慰安护 因为 没有人在 没有人在讲这件事啊 过去慰安路的阿嬷 还有他们的新闻 我是蛮熟悉的啦 我在我的小董真心话 也曾经访问过阿嬷的家 那时候的执行长 来我这边 大家知道我很少访问别人啊 很多朋友说 你为什么不访问 我说 因为我自己讲时间都不太够啊 大家也很清楚 因为我一路开脉下来就不可说实啊 那 大家说 你为什么不访问 那 我那次是很尊心诚意的 访问了慰安路阿嬷的执行长 那他们讲 他们整个慰安路纪念馆的那个严谨 那这个严谨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们过去叫 妇女救援基金会 那 他们救援了非常多妇女 由王清风律师啊 他那时候开始做 后来 他们觉得说 台湾慰安路都被默示了 政府也不重视 那时候李登辉嘛 所以他们就 跟国际 写了信 希望国际的证事 就日本在亚洲这边 多少国家 的妇女都被抓去做慰安妇 那他们写完了以后 觉得说 他写的是中文啊 别人看得懂吗 所以王清风就去找马航九 马航九那时候是法务部长 说这是我们中文的信 我们明天要 散发出去 你能不能帮我们写成英文信 你英文很好啊 讲经国的秘书啊 马航九那天就没有睡觉啊 当法务部长就没睡觉 就晚上因为他龟毛嘛 这个改那改 其实 其实英文程度如果那个的话 两三个钟头就可以 把它翻译成 中文把它翻成英文 可是他龟毛他写 这个字要怎么样要怎么样 所以他那天晚上没睡 然后把这个信写了 第二天早上交给王清风 所以王清风就很感动啊 那 他并不晓得马航九一整晚没睡 他那时候马航九一定 一定 文笔很快啊 马航九文笔也没有很快 可是又龟毛啊 我为什么讲他龟毛 因为我 我非常清楚 我讲自己一个经验啊 马航九当市长 我 我当 跑市长式的记者 很熟嘛 那他有一次要跟联合报投书啊 也是要讲一个 台湾的一个 要台北市的一个情况 就希望能够 加入了 东协 台湾能够加入东协 东南亚协议的这个组织啊 中国大陆叫做东盟啊 那他写一篇文章 写了以后 他说诶 因为他平常也 投书有很 也还蛮言之有误的 然后我就带回去 带回去就交给我们编辑 说诶 这个马航九的那个 他说好 然后就开始排版了 排版以后问我说诶 啊董哥 那个我们已经排版了 就那 我说先不忙的验啊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这个人很龟毛 你们不晓得 他等一下会打电话给我 我跟你保证 他等一下会打电话给我说 诶 第几行的第几个字哦 那个字我要改成怎么样 他说不会吧 这他自己给 自己写错 也是他家的事 我说不用 我说你听我的 到了十一点半 马航九打电话给我 董哥我后来想一想 我第几行的第几个字 应该用哪一个字 各位 龟不龟毛 我们在编辑说 哇 难怪前台湾 大家都讲小董 董哥你是跑马航九 第一把的记者 我说因为我很了解 他的个性啊 这是我那时候碰到的一个经验啊 那马航九帮王建公写的这个 王建公就很感动 两个人就解释 以前两个人不认识 只是互相知道这个名字而已 所以后来马航九就 潜力的去帮这个卫安护的事啊 那卫安护 后来呢 因为韩国这个事情给我们 我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韩国放了卫安护的铜像 所以那时候谢龙介 就跟我讲说 因为他当台南市党部主委啊 他说我们也要放 可是民进党执政啊 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们放国民党的党部吧 放我台南市党部 所以台南市党部前面就放了一个日本 哦 那时候在台湾抓卫安护的 卫安护的铜像 那 民进党这种就很尴尬 我放 我党部前面放个雕塑不行吗 然后呢 然后有日本人来台湾旅游啊 很气啊 跑去卫安路前面去踢这个铜像 因为前程也怕有人来破坏 台湾那台独不要脸 的畜生很多嘛 所以我们现场就架设了摄影 结果来拍了就拍到了 本来想 把他抓来围幽一番啊 后来还是照规定报案 那报案 你来毁损我们的公务啊 对不对 你这什么意思 日本人欺负台湾人还不够 现在还欺负台湾人 摆出来的卫安护铜像吗 那时候这样的事件 后来谢龙就跟我讲说 光在台南不行啊 应该在台北 为什么 因为日本的 驻台的代表处在庆城街啊 我们应该 用车子载着这个像 因为你上不了高铁 上不了飞机嘛 所以我没有车子 把他捆好 因为前台只有这个铜像啊 所以就再到庆城街 到前面去抗议 董哥你会不会支持 我说会支持 然后就再来 再来很多警察就围着 就不让他们进去 那我也到场 那天下大雨 就在那边演讲 我跟黄志贤在那边演讲 然后我们就呼吁 然后当然进不去 我们也知道警察也很辛苦 然后大家知道 庆城街在兄弟饭店后面 中泰宾馆 现在东方饭店 附近那里 然后就 他们就一直阻挡 阻挡 但是我们其实是要来先试的嘛 我们也知道 当然进不去啊 你要强闯 你就跟警察冲突 警察很辛苦啊 而且我们坚信 警察一定是比他挺我们的嘛 对不对 你日本太过分了嘛 你跟韩国 表示歉意 还给他十亿 然后对台湾自治不理 因为台湾的政府是一条狗 我日本人 干嘛跟台湾的狗道歉 我老实讲 他的心态就是这样啊 所以他对台湾自治不理耶 因为你们 你们本来就是我们殖民地啊 各位 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因为政府的态度很重要啊 政府的态度很重要 所以我那天抗议完了 骂完了以后 我他走了以后 还有警察跟我讲说 董哥我们都支持你 干得好 真的啊 人心本来就是这样 日本欺负人够够 欺负人够够 我是采访过很多危害物 现在全台湾只剩一个啊 小桃阿嬷都是只剩一个 你知道吗 你就看到 那是一个时代的血泪 当然民进党是没有血没有泪啊 垃圾政党 出生政党 怎么会有血有泪呢 对不对 可台湾很多人支持这种出生政党 那我是看过来了 从民党还没成立 我就认识他们很多大佬 对不对 包括士兵德 许新良 黄信介 江鹏坚 什么我们过去认识啊 卢秀一 楼啊 对不对 过去立法院 不可能 不可能不会接触到嘛 大家都有他的坚持啊 但是现在的民党不是 现在民党这些都是收割的 收割的 为什么李秀莲那么看不起蔡英文 我那天上节目碰到 郑立文 我说李秀莲为什么那么看不起蔡英文 他就看看我 希望我讲 我说好 我告诉你 因为蔡英文从来没有为民进党 或者民进党过去 所做的那些抗争 有任何贡献 他从来没有过嘛 对不对 李秀莲美丽老师这样抓去坐牢 他认为说我们是 因为去先导 对抗国民党 我们坐牢啊 那你蔡英文你什么东西啊 我就讲给 郑立文 我说李秀莲眼中来讲 蔡英文当然是啊 蔡英文 民国89年 520 陈水扁当总统 他当入委会主委 当了四年 他没有加入民进党 然后四年结束了 快结束了 陈水扁跟他讲 你要加入民进党 我要给你不分期 不分期一定要有党籍啊 所以他才加入民进党啊 我说蔡英文的党籍 比郑立文还差了十几年啊 是不是 郑立文听了哈哈大笑 我说 我说是不是 因为你们的新闻我都跑过啊 郑立文第一次参选 我也跑他的选旗啊 那时候他想国大啊 他的总干事姓游啊 然后也常来找我 哎 董哥多写 我那时候在联合报 我并没有说因为怎么样 因为选举我们都会写 不管你是 那时候民进党 不像现在这么邪恶 民进党那时候还不是 我现在口中的畜生党啊 现在当然是畜生党 不用讲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看到很多人在变嘛 很多人在变 小董当记者久了 我当然很清楚啊 我看到宋楚义 已经变成怎么样了 看到黄珊珊 已经变成怎么样了 很多人还在讲 啊这是蓝营 清明党怎么会是蓝营 你们头壳坏气啊 我说蓝营很多人不清楚 清明党当然早早就不是蓝营了 清明党这些年来都在帮民进党 各位你看很多人的变就是这样啊 对不对 黄珊珊这些年 他嫌 他嫌异言 远兰好像他是蓝营的啊 然后蓝营很多人投票给他 内乎一堆父老 头脑不清楚 他们都在帮民进党 这些投票给他的人都在帮民进党 自己还以为 哇自己 都爱狗啊 神经病啊 我真的讲 真就是这样啊 黄珊珊只要一当选 10月25号宣誓 宣誓完以后 他票就投民进党 投谁 投民进党的什么 议长跟副议长 一堆人头脑不清楚 一直是这样啊 他说他是蓝营 他跟蓝哪有什么关系 他民国87年 第一次选一元 他挂新党是蓝营没有错 我一堆朋友在帮他选啊 帮他扶选啊 我很清楚啊 然后第二届参选 就挂清明党了 清明党那时候 刚开始还是蓝营 连宋佩还是蓝营 可是连双被输了以后 扁双会以后 他们就变成蓝营了 从此完全变蓝 各位朋友 我看太多了 因为我通通认识啊 那你要挺蓝营 你就去蓝营嘛 不要每天在装啦 我讲真的就是装 今天上午 陈时中去找李庆言 媒体 媒体写 哇 陈时中向深蓝夸 李庆言怎么会是深蓝 你说李庆言是新党啊 你竟然跟我也很熟啊 他现在在新党也没错啦 新党跟我也很熟 大家也很清楚 新党时候有大佬 我都很熟 都认识啊 但是 但是向深蓝夸出吗 没有啊 他曾经 是 民进党 蔡英文 全力相挺了 各位朋友随便上网 去看 蔡英文说 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持李庆言啊 为什么 因为希望李庆言能够打败 国民党的赖世保 2015年 李庆言手上拿的三只小猪 这是蔡英文的mark吧 各位 你只要上网 我也 就 我有沒有讲太多都没关系 各位上网自己看啊 那他 他还是蓝营吗 我也很怀疑啊 我跟他是很熟啦 但是我也很怀疑啊 我有时候讲的都很多朋友说 啊你干嘛这样讲我 或者你干嘛骂我 或者怎么 我说我讲的 是不是都是事实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变 很多人在变 那我当记者我没有变 我也没有跑去从政 我有很多从政的机会 有人找我去 说你来当政务官来当个什么长 我不要 有人说你代表来参选 我也不要 我就认认认认 我当一个媒体人 当一个记者 我要骂谁就骂谁啊 那我能够帮谁就帮谁啊 我也不拿你们的好处啊 对不对 大家讲就这么回事嘛 但是很多人 我是看得很清楚啊 就我们看得很清楚 看他在变嘛 我看到黄珊珊在变 看到李庆言在变 然后 陈时中 就去拜访李庆言 李庆言这样 哎呀 陈时中 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肯定 黄珊珊 因为常 他是副市长 我是议员 所以常常会有那个 过去也是同事 好像也很了解 然后就开始批评蒋万安啊 蒋万安啊 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市政严谨 怎么样怎么样 前台北市啊 能够讲市政了 我是第一把交椅啊 我比 一言比市长还熟悉 这是大家公认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很会讲 他们不会做啊 小董事要看你做的成绩啊 柯文哲很会讲啊 柯文哲最会讲就是说 给我八年 我盖五万户公宅 有没有 小董从什么时候就在骂了 我骂了一两年了 骂到七年 柯文哲自己出来承认 说我八年只能盖一万八千户 你只能盖三分之一 从你提出来 我就讲做不到了 民进党围攻我 柯文哲手下那一提B人围攻我 现在承认 自己只能盖三分之一 我根本不可能 小董 我不是先知先觉 因为我跑市政太熟了 你们这些人都在唬烂 蔡英文说基隆 轻轨捷印 今年年底到南港 我听你在唬烂 讲屁话 结果呢 他们去年也承认了 做不到 他们要改成捷印 不盖轻轨了 我听你在唬烂 各位朋友 你来检视我 我讲的东西 最后都兑现了 可是在台湾 他们没有人去管理这个 对不对 台湾都看到眼前了 你没有看到有些人在变化 那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落伍了 news98盛唱 我记得喝水 好 来 董哥刚刚有把那个 清明党讲成新党 哦对对 你说清明党 对对对 讲成新党 所以 李清言呢 中间的 这部分 黄珊珊是清明党 新党是李清言 李清言是新党 对 好 刚刚留言里面有人 在在问 好 今天从柯小姐开始 好 谢谢 柯小姐 垮球下 非常感谢 柯小姐都 我怎么 过一个 周末就变黑了 回金门 但我也没有出去赛啊 我也很奇怪 没关系 OK 好 再期待时间 非常感谢 谢谢 是 他没有留言 但是他一直支持我们 因为 再近董无比 就是我 好 新 3Q 是 3Q 他是 他说小董 要多喝水 谢谢 非常感谢 支持我 非常感谢 然后洪家虎 谢谢家虎 对啊 当然 民进党 没有错啦 令人不辞 的确是啦 谢谢 谢谢吴昭仪 谢谢昭仪 非常感谢 那我们知道 昭仪 我到电视 他也会来 抖念我 昨天也一样 昨天我在 大政治大包挂 大新闻大包挂 OK 好 谢谢 后细用 是他从 应该是加拿大 是非常喜欢董哥 主持的 风格 我这种辛辣的风格 没有错 我就 听了就会解气 谢谢 从加拿大来 给我的鼓励 加拿大我有一个 好朋友在那里 他 现在正在联署 欧路 好 到 那个 沾小推 是我们长级的好朋友 那他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还有温申晃 温申晃 年轻的好朋友 董哥骂得好 董哥喝水 是 克里斯丁 上 上 是 是 谢谢他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还有求上力 谢谢 谢谢上力 给我漂亮的图 谢谢 谢谢董哥 欢迎小董真心话 那有时候讲真心话 心里是很感慨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刚才讲 很多人物 这些年来的变化非常大 那为什么会有变化 为什么会有变化 就是说 你可能急着想要某个位置 你要找更多的资源进来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看到了 有对方的资源 所以 我不能讲他辩诀 因为他可能没有诀可辩 只能讲说 他眼中就只有这样的 前卫的一个向往 也不能讲利益心心 但是他们就是 想去获得更多的 或更高的位置 我刚讲这些人 几乎就是这样 位置 很重要 所以 你看到了很多人的变化 我周遭太多了 很多过去 在蓝金里面 后来变了 有个名嘴 过去跟我们也很熟 他有一天找唐湘龙 跟湘龙讲 湘龙我不要在蓝金 蓝金未来没有那个 我要开始走 立金的路线 唐湘龙说 为什么 他说 现在蓝金就 执政也没有 也没什么好处 就是蓝金在执政 我们当蓝银的名嘴 帮他讲话也没什么好处 意思是这样 他说湘龙 那我们过去兄弟一场 我将来就要改左立了 所以他就变成在立营 很红很红 很红很红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就看到很多人的变化 看到我周遭这些政治人物的变化 看到这些名嘴的变化 那当然了 你要讲 人各有志 没有错 小董讲 人各有志 那我们 我们是不是说 我们就不变 或者吗 没有 我们也会变 可是我们的变 可能就不大一样 我们的变是怎么样 过去我们可能很想谎共 很想打仗 现在呢 现在不想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不想打仗 我想和平啊 我现在的想法就完全和平啊 每次你们都讲打仗 打仗死的都是金门人 你们又不死 对不对 都是我的亲戚朋友 长辈 你们又不死 你们每天在喊要打仗 我们想和平啊 干嘛打仗 自己 打仗不是你死 就是我死 干嘛 各位我想法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你们卖台 你们亲中 那要打仗 你去打 你现在就去打 共鸡每天 每天都够中线啊 把他打下来给我看啊 他都够中线啊 你要打仗 你只要打交 我们的飞弹 把他打一烧下来 两边就打仗了 那我们就在那边 看你怎么打 对不对 英勇的台独文 英勇的八一七文 打给我看啊 不敢 那你们就是捞肿垃圾嘛 你们就出嘴巴吧 出嘴巴给别人去死嘛 你们不就这种货色嘛 就像李秀莲在嘲笑蔡英文 看不起蔡英文 过去党外民进党 我们在抗争 在坐牢 你在哪里 结果你现在 你现在远然异乎 哇 救世主的样子 大家在坐牢 在打拼 跟警察在推挤 对不对 被喷水住 有的就被靠上 逮捕 你蔡英文在哪里啊 没有 你现在救世主 所有的资源都在你手上 遗址气死 你说论文是清白就清白 你不要脸啊 他意思就是这样 这么简单而已啊 我讲就是这样啊 各位朋友 那你知道 最早在抗争的人是谁 是过去我们跟共产党在对抗 对不对 金门人在第一线啊 然后后方的这些人 前方吃苦 后方苦吃啊 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啊 你们有什么脸啊 就是这些嘴脸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要讲 日本人 天皇宣布投降77周年 台湾没有活动 当然没有活动啊 因为 因为台湾的政府是日本人的国啊 有什么活动 对不对 你的组织都投降了 你怎么好意思有庆祝活动 不是吗 814 卫安婦我刚才也讲了 卫安婦日本人做了那种人神共分的酌刑 结果 民进党政府一句话都不敢讲 民进党政府 台湾的女儿被人家抓去做卫安婦 你们一句话都不敢讲 民进党为什么是畜生党 你如果长期听我节目就非常清楚 我为什么这么鄙视他 我认识很多民进党的前辈 他们过去不会这样啊 大家还有他的风骨啊 可是你今天看到这些人 就像狗一样在日本人面前 跪着趴着舔着 不是吗 你哪有一点点的自主性 哪有一点点的气节 通通没有啊 你看到 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这样 一个政府拿下这么多支援 想干嘛就干嘛 想挡疫苗就挡疫苗 因为这个疫苗会影响到 影响到我的高端 所以我不让你 全世界最好的疫苗进来 因为你们要白白送给政府 那你送来的话 政府本来花重金 去跟人家买的这些疫苗 就没有用途了 对不对 这不就是这样吗 大家看到了吧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都很清楚 民进党如何去谋财害命 害命就是很多人 因此而晚达到 本来早早就可以达到BMT了 你谋财 你们的人 为什么 世纪也有财可赚 疫苗也有财可赚 你这是什么政府啊 陈时中好意思出来选 然后还去 拜访李庆言 真好笑 各位朋友你听我讲 对不对 有时候看得很难够 因为过几天就是新党的党庆 22号嘛 他们这几天也发表了 他们怎么样怎么样 那当然这些党跟我过去都非常熟悉啊 新党尤其是啊 因为当年大家都是为了不满李登辉嘛 李登辉作为中华编国总统 然后 他那种台独的做法跟想象 修改课本 一系列的 其实那时候的背景真的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人在转变 很多政党在转变都没有什么关系 小董我还是记者 我没有变啊 我有很多机会 但是我也没有气啊 为什么 因为我要 我要留一只笔 一个嘴巴 我来讲这些 我来评论 大家看 一个无人的畜生党 他有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有 大概快四千个的 台湾人在柬埔塞 没有办法联络 联络不上啊 各位 联络不上的意思是什么 有人应该已经石沉大海了 对不对 我不是讲石沉大海 是石沉大海 尸体已经沉入大海了 器官被人家弄走了 活不了了 人体八十几种器官 很多器官都是唯一的 你没有就死了 又不是肾脏 肾脏两颗 有一颗还可以存活 对不对 很多器官你没有 你就是死了 人家要你的器官 重金买 这个器官啊 台湾人 要不然你去张大杀 诈骗集团啊 要不然你女生 你就被 被卖掉啊 去卖银啊 各位你今天看到情况就这样 政府 数所无策啊 我昨天讲的时候我都很悲愤 但是哦 你可以看到 一个事情已经发生这么久了 我们很多事哦 有时候在台湾 大家在政治狂乐的时候都觉得 哎呀 我们今天就自主了 我们就怎么样 其实投票只是爽一天啊 爽一天 觉得自己 支持人会当选 后来真的当选 哇 好高兴哦 高兴下来以后 后来有没有什么转变 这个才是重要嘛 后来有没有什么转变 变得更好吗 高兴业者你们变得更好吗 你们现在东西可以卖去大陆吗 那些养鱼的石斑鱼白带鱼 你们的鱼可以卖给大陆好价钱吗 还有那些卖水果的 凤梨的 大家都很清楚嘛 那我们要讲什么 所以 很多事情 你知道民主的结果 民主的结果投票 他有一个 就是叫做自作自受啊 你选出来的 你最后就是这样啊 民主就会碰到这种的地步 那你说哎 怎么可以这样 你每天骂 骂这个是你选出来的政务啊 怎么办 全世界不是吗 现在 这些总统 民调最低的是影企业 影企业才上任没几天 对不对 影企业4月5月那时候 韩国选举 选上了拜登马上去拜访他 哇 影企业现在民调不到25% 24% 各位一个新总统 应该 两大党在竞争 你选票大概也够半 你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拜登7年才上任 各位不要以为拜登当你很久了 拜登年纪是很老了啦 那拜登 今天的 彭博新闻社 写拜登在这一次的习中选举后 要开始全力冲刺 2024年的选举 美国写起也是 2024年跟我们同样 我们是年初 他是年底 拜登要冲刺 那大家看最近川普的动作很多 川普也要冲刺 所以两个老人 那时候拜登812岁 川普78岁 各位 这场选战 两个老人加起来160岁 在拼 人家年纪那么大还在拼 我们年纪轻轻的 就想说我们要赚大钱 最好到柬埔赛去赚 那当然啦 险战很热闹 险战也很盲目啊 险完了以后 才发现 好像没有变更好 很多还是变更差 改变不一定是好的 改变可能带来希望说 一定是变好 但是我们台湾是变差 变得 没有自主性 变得像一条狗 不是吗 下天就是晚睡 好谢谢 董哥今天有什么行程 今天四点要上中市的庶民大头家 哈言宜组织 然后六点要上卢秀庞组织的辣碗报 庶民大头家跟辣碗报 刚刚念到求上力 是求上力 谢谢 那张淑温 谢谢张淑温 非常感谢淑温 董哥最懂 没有错 是非常感谢 喜欢马总统 谢谢 还有丸织雄 谢谢丸织雄 丸织雄很不好意思 因为 他本来礼拜五要来我们大楼 那我那天因为一路回金门嘛 所以 他本来要跟我合照没有拍到 没关系 我们有了这机会 因为 丸织雄非常感谢你 他今天来赌内 董哥喝水 然后朱镜康 是不只要听体验还要观其行 没有错 尤其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你就知道了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 李道阳 谢谢道阳 非常感谢 那他 是他引用忠实我在酒吧新闻台的讲话 谢谢 谢谢道阳 然后 文人 是 是那他 他懂得我 非常感谢 他说游览转例的 臭嘴很多 没有臭 谢谢 明珠 明珠 廖 这是廖 廖明珠 非常感谢 他给我好大一笔喔 谢谢 非常感谢 廖 那 我们非常感谢 他 我印象中他是住在中和的样子 19 1690 非常感谢 那 他过去 在 其他电视台 也躲内小董 价格 价钱都非常高了 害我就很不好意思 我就跟很多朋友讲 就说 大家 这么看得起我 其实也 尽量帮我把 我的这个 放到YouTube 介绍给朋友 那我们真的讲的东西 都是废虎之言 就是真心话 是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小董真心话 小董 讲真心话 当然 很多人讲说 哇 听你在骂很解气 那 其实 你有时候看 在台湾 因为我们离选举要来近 大家知道选举是几号吧 11月26 那 现在的8月 9月 10月 11月 所以你就发现 哇 那剩三个月不到了 是没有错 所以 很多人讲 哎呀 民进党把林志坚换了 换郑进棚 到底有没有机会 大家不要小看民进党的灵机力 而且这种地方选举 小地方一下要灵机 然后假如说 哎 张善政会不会赢 很多朋友在问我 我说这种选举哦 老实讲 我不太看得到张善政啊 好 至少在新闻上 我不太看得到他 那 那选举有时候是这样啦 你如果 县市更小的话 可能就有点像选里长 选议员这样 你到处拜票 这个就很扎实了 哦 那新闻可能不多 哦 那桃园 桃园毕竟比较大 因为桃园人口 两百多万嘛 他是直辖市啊 所以有时候选举你要造势 要有些场合 即使 支持你的 或者中性选民没有看到 他在媒体上也看到你 哦 有哦 有看到他出来做什么事情哦 对不对 有看到哪个活动 媒体有泡 拍到他 有听到他讲话 不错哦 哦 那这个效果出来 你不能完全没有媒体报导 不能完全没有人在讨论你 哦 就大的险期 这个是很必要的 为什么 因为毕竟多数的选民哦 他最后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选民 是没有看到你的啊 没有看到你本人 你懂不懂 你地方在怎么拜票 在怎么办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是没有看到你本人的 你要看到本人说啊 都走都握手都怎么样 没有抽 这是理论上啊 但是实际上 但是实际上 这种选区 百分之九十的人 是没有看到你本人 不会跟你握到手 他凭什么要投你 所以你就变成要有些活动 要靠媒体靠网络 来推荐啊 这个人他理念 或怎么样 对不对 他的政党 他的政党是我信任的政党 只要这个政党提名他 我就投他 也是一个方式 投票就是这样啊 但很多人不清楚 那当然小董 我是很懂选举的 我跑选举 各种方式都跑过啊 那你今天看到了 我们这场选举里面 很多人他是很 被淡化掉了 淡化掉你就 你就会发现 都没有他的新闻 譬如说我的好朋友 谢龙介 你最近有看到他新闻吗 没有 对不对 就很少 那最近很多新闻呢 都在哪里 我们前面讲论文 现在讲柬埔寨 他都是啊 所以 看到了 你就会觉得 哇 那今天的新闻是什么 今天就是讲维闻 成功大学 说什么中心啊 要认证台语啊 听了也很好笑 因为我是讲明兰里的 明兰里 明兰里 当然比台语早 台语 传承了 百分之九十几的明兰里 然后自己说我是台语啊 那大家很清楚 我们也很清楚啊 说台语嘛 说台语嘛 对不对 就好像觉得自己就很了不起啊 你这语言是从别人那边 串度过来的 他本来就叫明兰里啊 明当然就是福建 福建我们称为八明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八个七块 福建我当然比较熟啊 因为我是福建人 福建金门人 各位我是福建金门人啊 我们这边 跟共产党对干过三场大的战役 古领头 八二胆还有八二三 都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 那大的战机还不错啦 大家都可以上网去看 那这边我当然比较熟 蒋卫文 痛批啊 某个党立委来怎么样怎么样 那各位朋友 来观说要让作弊的人可以 有分数 他很生气啊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七块有时候是 这些新闻在我来讲 都不太重要啦 因为我也不认为说 台语还要人家认证 你如果家里是讲台语的 你跟你爸妈就讲台语啊 有什么好认证啊 对不对 你爸妈觉得这个领文很重要 他就跟你讲台语啊 我回家我跟我 我跟我父母当然是讲台语啊 但是这个台语在我们来讲 就叫做明兰语 不算你们叫做台语啊 所以我们甚至 有时候都会讲 金文威 金文威一定是啦 但是他其实都是明兰语啊 金文威大家都是漫南语啊 那你要讲 也有人说火螺威 从中原过来的 火螺威 你到荷兰有两条河 一条叫 一条叫河 一条叫漏 所以叫河漏 河漏文化 也有人用厚老 白厚的厚 老了一个人再一个老 那是用音啊 但是我告诉你啊 其实语言本来就会 会增加 会有一些变化 那保存的 古音 大家就觉得很珍惜 客家化保存很多啊 台语也保存不少啊 那你要怎么变化 可以去讲 都没问题啊 但是今天为什么有人在讨论 因为那是一个政治了 已经变政治了 我有时候在讲 看久了啦 那台湾呢 台湾很多人喔 把这些东西 通通把它堆砌到政治 现在台湾 譬如说很多大学 现在都有台 台湾语文学系啊 然后台湾语文研究所 台语系跟台语手 那当然啦 你要这样弄 这个纯粹是一个 政治的产物啦 啊台湾在搞政治的产物 当然你会去 添加很多筹码嘛 因为你知道 南京喔 跟他在台独的力 他是不一样的 台独的力 他们是很积极很生动 而且他是 展现所有的方式 他就要积极去拉你 譬如说美国这一言来 为什么他来 因为他在的那个桌 那些台独的分子很积极 去参与他 捐钱给他 告诉他台湾是 常常被中国大陆欺负 你们一定要来 那 几次以后 你这个议员 你就会来秀一下 昨天那五个来秀的 他 他们来不到24小时就走了 对不对 来这边睡了一觉 见了几个人 然后 立法院 蔡英文 然后就走了 那他秀掉了 他给美国的那些台独的支持者交代了 你看我有来 你们藏监钱给我 那南京这些人会不会 不会啊 南京这都是在搞内斗啊 对不对 小董 你不够怎么样怎么样 随随随你没有怎么样怎么样 啊你没有常常天天喊 庄华民国万岁 这种人就对国家不忠 不要投他 南京就一堆这种人啊 尤其那种深男的人 很多很多 然后最后呢 这些人专门在扯后腿 他扯后腿就变成是民进党的走狗了 对不对 你扯后腿的结果就是对方当选 我常在讲这个道理 我周遭的朋友多数深男 我就每天都在跟他们讲这道理 有时候可是又这些人都很自负啊 你要讲的他心如口如都会听 他不会听啊 那最后最后当然都是南京漏险 然后他在他在出来怪说 哎都是谁谁谁不支持 我说不是吧都是你们啊 你们这些自大到好像自己挺谁就了不起 你挺的人都不会当险啊 你挺不会当险的人每天叫的比别人大声 那你是在干嘛 任何一个政党 任何一个政治团体 任何一个颜色 藍金绿金紫金 都可以没问题 你 你的目的就是要当险 当险以后你的政治理念才能去实施啊 那我们呢 我们看到都不是攻击自己人比对手还厉害 对不对 小董常常在攻击一些人 尤其逆营的人啊 我常被他们告啊 控告啊 很多人不晓得 然后很多人捡了很多便宜 然后他当险了 觉得说自己好了不起 他不晓得他当险其实是一个氛围 是很多人在私下帮他啊 是这样啊 所以我说台湾人 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的事情很多 所以我昨天 挤出了蔡振元的事嘛 蔡振元说我帮够的 中鼎帮夫妻 他这对夫妻他们法轮功 在中国大陆出不来怎么办 蔡振元帮他弄出来了 他说这对夫妻很客气 亲自跑到我家来感谢我 沈瑞章轮机长很客气 送了我一盒夜饼 那很多人呢 很多人就当作没有这回事啊 各位这就是人生啊 股票人人都会买 但不是人人都会 好谢谢 好OK 来 刚刚念到明珠料 是明珠料 是谢谢道阳 谢谢明珠料 还有道阳 董哥好文 是 然后约勋六 是约勋六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非常感谢 约勋六 然后鲍尔 谢谢鲍尔 董哥要喝水 那当然啊 他觉得夏立元去大陆 可以不可以请大陆帮忙 夏立元正在做这件事情啊 各位朋友 夏立元正在请大陆帮忙我们的农移民 还有我们的高丙业者啦 那会不会做成不知道啦 我知道的是这样 那谢谢李道阳 道阳给我们 朵内 非常感谢